今天新闻现场来关注这个话题 台积电2023年造源真才 今天正式启动 月计要交目超过6000名的新晋员工 当然薪资部分 硕士毕业新晋工程师的平均整体薪酬 上开新台币200万元 台积电的财报资料 去年员工人数达61,777人 平均员工的薪资呢 达到是317.5万元 年增大约是71万 增幅达到28.9% 连同员工的福利费用呢 也是大幅的增加 2022年平均员工福利费用 来到是344.6万元 比起2021年的270.6万元 年增74万 而台积电董事会日前还通过了 去年员工业绩奖金还有酬劳 大约是1214亿元 比起前一年度大约大增了有期成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是 联电方面公布去年全年税后存益 达到871亿元 而员工的薪资呢 2022年的平均年薪突破200万元大关 来到是233.4万元 年增超过两成 看到这些数字 大家觉得真的好羡慕 但是对一般的上班族而言 就很难谈论说 这薪资增加会超过物价的降幅 台湾去年全年通膨近3% 类伪询问国发会主委鼓明星今年的通膨 何时会是高点 他则表示今年的通膨高点约是第二季六月份左右 前年能否降到2%以下是有挑战的 若是以近7年的平均来看 的确是高物价 各大企业的真材摊位 布满台大 野林大道 台大校园真材开跑 不少学生也带着个人的履历 寻找心仪的工作机会 花王 然后还有教生跟一些生物科技类的 预测薪资应该3万多4万多 现在是有工作就好了 对 有工作就可以了 等景气回吻之后再看 最高学府毕业其心却含得很保守 因为受大环境影响 包含半导体金控景气还在寒冬 不少国际科技大厂更掀起财源潮 但晶圆制造龙头台积电却逆势扩大缆财 预计招募超过6000位新进同仁 其中包含工程师还有技术员 硕士毕业的新进工程师 一年整体平均薪酬上看200万 台积电心情好 不仅2022年营运表现亮丽 每股盈余高达39.2元 员工年度薪资也突破300万 招募值缺多元 更寄出360万元高薪招聘消防队员 强化厂区的安全管理 而今天的目标也要招募外派人才 不过却传出美国与台湾员工 似乎同工不同筹 一方面我们持续还是希望能够邀请 海外的半导体精英来台湾服务 那同时也因应我们海外厂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是正在积极招募 不管是任何国籍的人才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其他企业也求财若渴 纷纷派出企业高层亲自抢人 派出了职缺超过6200个 当然财务投资 营运规划 我们基本上都需要的 台湾员希望有创意的 真的是有未来的 国际性的一些人才 老总扮演薄乐 看重台大学生 优秀的学术专业 希望能够一举找到千里马 航空公司也锁定机师启动大真材 像是长荣 今年预计招募200元 还有新宇航空第四季也将会征招培训飞航员 华航今天在台大就业博览会当中招募机师 条件包含多亿必须要有750分 而年薪百万起跳 当然吸引了很多人来上门询问 在这旅客展开美好旅程 即使是不少人的梦幻职业 如今各国陆续解封 航空公司前进就业博览会招募人才 手拿满满资料 全神贯注询问 想遨游广阔蓝天 加上百万年薪的诱人薪资 吸引不少人上门 就是开东西啊 操作机械有兴趣 所以选择 培训机师 疫情后的复苏应该是蛮乐观的 薪资待遇也是会议部分的考量 上面的话也会 相对的好像也会比较有些弹性 确实待发想圆梦 华航预计招募120名机师 只要大学毕业达到体检标准 以及多余750分等门槛就能报考 光是管理师的副机师 月薪只有20万以上 信任机师不忘分手 飞行员面试以及受序过程 我们必须要用英文去吸收 非常大量的知识 然后那些手册跟书本堆起来大概有半个人那么高 那所以我们在短时间内需要吸收这么多的知识后 再把它转化成自己的 现在薪资方面会跟过往在科技会有比较明显的落差 转完跑道实现飞行梦想 锁定机师照片买码的不止滑航 开了长荣全年随时接受报名 去年已陆续禁用约160名机师 今年则预计再征招约200人 至于新月以第四季将进行培训飞航员招募 没有名额限制 同样都得达到英文检定等条件 这回赶在意后复苏的黄金时期 各大航空公司扩大招募百万年线的机师 就判鲜血加入补足人力与战力 记者周圆许家是SNG小组 台语什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